三中心成立 请接牌 用力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那我们来做选择 好 那最后了 那我们总结一下 那其实如果有年纪 大概50岁以上 那其实会建议 大概每两年 我们可以来做一次逆度的检查 了解一下自己身体的状况 那规律的运动 饮食 大家接恩戒酒 那如果是身体健康 那真的有些不舒服的话 那幼民医院就在社区的旁边 那大家可以 究竟来做个咨询 做个检查 那及时的了解身体的变化 那对于疏松的话 像是脱肺来变癌 下肺疼痛 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些风险 那其实就要小心 是不是有这个状况 那有不舒服 OK 那我们就尽早 先求专业的医师的一个帮忙 可以了解自己身体 谢谢 那利用这个时间 因为其实何医师刚 把我的部分有讲很多调 我知道他很专业 做事情的是很有办法的 所以呢我今天就 为了这个活动呢 自己就创意鸡蛋 就想了三个字 就是你就是鸡油骨 因为我Google搜寻没有鸡油骨 这三个字 那我一直在想如何 把鸡爪症骨松结合在一起 然后有一个创意名词 就是鸡油骨 骨骨骨 需不需要肌肉保护 要 要 要不然会断掉的对 就会怎样 骑车摔车就马上 两边 身体的健康 那个骨骨骨 支撑我们到处拍拍走 我就像车子耶 非常感谢今天大家 齐聚在我们佑银 那今天为了就是我们佑银 即将成立骨子 是说招呼中心的 成立的一个接牌 那其实今天的活动 我们从八点钟就开始了 就是我们安排了 这里的里长的热情的参与 今天的活动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正式进入我们的一个 接牌活动 首先 首先呢 我进我们在一楼跟现场 都安排有摊位 长官跟会兵们呢 如果对这些摊位呢 其实都可以去体验一下 他有相关今天的主题 有吉利测验跟干事英雄等等的 一些力震蛋白乳等等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了解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今天来一一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与会的一个长官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草云震公所 朱鸿燊竹蜜 然后 接下来我们温生局的 陈淑宇副局长 照一下我们 我们这边的团队 我们今天与会的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大家长 院长 我们恭喜的主任 我们何医师 我们有师会的董事 何俊秀董事 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我们主中团队的一些医师 跟我们的技术人员 还有我们的各管师 等一下我们的何师会 一一为我们介绍 所以 感谢各位长官今天的祝福 那我们首先来请我们的 六名大家长 我们的谢家云 谢院长来为我们支持 谢谢 董事 董事夫人 然后我们的 苏医副局长 然后我们的这个主任 然后各位议员代表 还有各位议员跟我们的助理 还有各位现场的贵宾 尤其是我们今天 有我们很多的领长 然后我们社区大家民众的代表们 还有我们的代主任 然后还有很重要的 我们的何主任跟我们的 整个补充的团队的大家 还有其实后面还有好多 大家是齐聚大家力量 来一起完成这个很棒的活动 还有我们这中心建立的所有同仁们 贵宾们 大家高早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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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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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謝謝佑敏的邀請 因為我的研究所都是在做老人旁邊 市院長 我要介紹一下 6月11號 市院上面的市院長 還是要站起來 市院長6月11號進來上任之後 他開始的第一號就是補充治療 往社區邁進 謝謝你們支持我們南投現政策 往社區聖跟民眾的服務邁進 所以他補充未來到社區裡面 去做一個預防的檢測 可以檢查到我們的民眾 你是高危險區的部分 就知道自己有補充了 現在需要開始做治療跟預防 這塊非常重要 我剛剛也提醒了一個提問 就是說假設我是補充的高個案 因為我做這個研究人 家裡的安全的檢視也非常重要 所以剛剛我有提醒 說可不可以我們給一個比較簡單的檢障 就告訴他 你補充出中的是高危險區 家裡他有檢視一下 你浴室有沒有發滑電 樓梯有沒有扶手之類的 這些狀況 可以做一個嚴重的檢視 可以聚防 當然我們在治療的同時也不要發生 所以補充的部分在南投縣 其實補充作業的成立 也讓我們南投縣有各式各樣的特色醫療 那這邊也希望社區的鄉親們多多支持 那我們補充的業務 能夠我們把它防制的很好 防制的很好 那也謝謝佑銘團隊 那補充新的活動願望順利 謝謝 我們謝謝院長的支持 那接下來呢 我們請我們的 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是 陳大 陳大院的副教授 我們的戴大偉大醫師 已經 感謝佑銘北爺的搖槍 我代表 骨子疏傷的學位 來跟佑銘醫院祝福福 這個中心 真的要開始要經驗了 其實這就是骨子疏傷的項目 一旦看到 你知道你有骨子疏傷 很多時間都已經沒有 所以其實骨子疏傷是有風 開始上風了 所以陳大不是說今天他們開始要做 其實他們已經 路來已經處理 已經已經處理了一段時間了 所以今天其實不是一個開始 可以拿來這裡做檢查 有問題可以拿來醫療 這就是 我們佑銘院股送中心的最大的人物 所以感謝 祝福 何董事來幫我們講 請問請 各位長官 各位來賓 還有佑銘的同事 大家好 好 今天鼓松 照顧中心成立 但用醫院來講 也是一個心理成悲 那 現在的醫學進步 鼓松可以很容易檢查出來 而且 是可以治療的 就是治療很貴 一支針劑要一萬多塊 但是 甚至用健保使用這個針劑 你可以只是一次半年效果不錯 據我所知道 有幾個打完者打完以後 或者說健步如揮 但是這個 酸痛啊 這個關節酸痛的問題 改善真的非常多 那確實是有效 所以 預防是生理治療 我也很高興說 我們呢 能夠成立這個中心 對這個年紀大的 我們會比較好的照顧 跟預防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大家好 那我是那個 游泳醫院 骨質照顧中心的 主任 彭居合醫師 非常感謝各個長官 跟我們約會同仁 來參加這個生會 那我們知道 骨質書中 年長者的這趟真的是影響很大 那我本身也是草屯人 那其實 小時候我是在那個 光光國小就讀的 那 以前也是在草屯這片土地長大的 那之後我們到馬街去做訓練 那 我們在台北經過十幾年 那 有一天 我爸爸就打電話給我說 喔 該回來草屯 該回來南投 做一點事情了 OK 那我就被叫回來 那 從台北回來 那來這裡發現 您真的這個地方 年長者真的是蠻多的 那身體的狀況 跟 跟大城市真的是不太一樣 那很多的骨質 其實真的就很偏向是 骨質疏鬆造成的一些問題 那所以我們後來發現 那這個骨質疏鬆是 如果可以改善這個問題 那其實是對身 對長輩的身體 那可以有更好的改善 那什麼叫骨質疏鬆 正常骨頭應該是要像這樣 致命的 那年紀長大以後 那可能隨著歲月的 歲月的進展 或是疾病的產生 那造成骨頭的流失 變得比較 比較脆弱 那 那這個狀況其實是蠻多的 在50歲以上 那其實女性大概三分之一的人 會有 那男性大概四分之一的人會有 OK 那如果我們知道 如果受傷以後 那沒有去做好好的治療 那其實再受傷的機會 真的是非常的高 OK 那所以像 那你是想講的 其實現在一個新的觀念 骨質疏鬆 那其實是一個慢性 慢性的疾病 就像我們為什麼要去預防高血壓 其實我們就是要預防中風的產生 為什麼要去測檢查我們的血糖 就是預防糖尿病的產生 那要控制高血脂 就是預防什麼心肌梗塞 那所以如果治療骨質疏鬆 那其實我們可以針對骨折 可以更好的一個防治 不要等到身體受的傷 那才開始來做治療 OK 那所以我們現在的 那個台灣的骨質疏鬆醫學會 那其實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個 教育訓練跟一個推廣 那非常感謝 謝謝戴教授來現場給我們支持 那所以像骨質疏鬆學會 那其實現在在推廣的就是 一個所謂的骨質 骨鬆聯合照度計畫 照度計畫 那希望我們不要等到骨頭受傷了 那才來做處理 那希望在前面就做一個預防 做做 讓大家不要受傷 其實身體的狀況會比較好 OK 那很高興我們在今年3月 終於通過了 那個骨鬆青山認證 好 那我是那個中心的負責主任 我叫何敘玉和醫師 那我本身也是骨科的醫師 我們都是正式有經過學會認證的 一個專科醫師的資格 那我們知道 就像我們剛才院長講的 那其實這個問題是很大的 那其實疏鬆不只是骨頭的問題 那很多的內科疾病 都會產生我們的 這個疏鬆的狀況 那所以我們醫院就會整了 所有我們醫院內的資源 那一起針對這個疾病 做一些設計 那我們邀請了很多的各科的主任 來一起一起處理這個狀況 那其實可以對病人有更好的一個治療 那講到骨質疏鬆 那不能夠漏過我們的骨科 那所以我們邀請我們的骨科的大家掌控 骨科的徐竹人 徐志勳徐竹人 徐志勳徐竹人 那其實我們知道骨折的骨折的治療的成功與否 關節治患的成功與否 那其實跟這個下面的骨頭的地基 是非常有關係的 那所以 所以我們的徐竹人其實也是骨質疏鬆專科醫師 那所以如果之後有任何的虛教需要 那咨詢兩位都可以一起來做處理 那另外一個我們的神經外科 吳主任 好 謝謝 我知道我們的脊椎 就是我們的身體的頂兩骨 那脊椎 因為骨質疏鬆很大部分的一個狀況發生在脊椎 那最常見的就是所謂的壓迫性骨折 那造成下位的疼痛 那造成甚至長者的失能 那所以吳醫師針對這些疏鬆的處理 那 那跟脊椎的減壓 那固定 那都是非常非常有經驗的 那下一位 那我們的那個新的代謝的黃主任 黃主任 是 那我們知道其實骨質疏鬆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糖尿病跟甲狀腺 那甲狀腺不甲狀腺的問題 那會影響我們身體的 鈣離脂的一些平衡 那糖尿病久了也會造成 骨質疏鬆的一個產生 那所以 針對糖尿病跟甲狀腺的 那如果我們可以再加上骨質疏鬆的照顧 那其實可以對病人有更好的處理 那所以我們請 我們有邀請我們的黃主任 來一起針對這些內科的病人 來做治療 好 那我們的聖誕科的許主任 我們知道洗腎 洗腎的患者 那其實長期 尤其長期洗腎以後 他的概念一定會有變化 那其實 他就容易有這個疏鬆的問題 那尤其 在洗腎患者的話 他內科疾病通常是比較多 那所以我們非常需要 許主任的一個幫助 在針對一些內科的一些疾病 來幫我做一些調整 謝謝許主任的幫忙 那我們的風刺免疫科的離世 那因為 因為他在看門診 那比較忙一點 那 但是我們有另外一個藥 我們叫做 叫做類固醇 那類固醇 它其實長期使用 它就容易會造成疏鬆 但是針對一些風刺免疫的問題 你不用也不行 那所以 所以常常很多人在兩難啊 那所以我們現在有些比較好的藥物 可以去做改善 去做預防 那所以我們也會跟我們的風刺免疫的 李醫師 李主任 來一起做配合 做治療 那前一陣子很夯的 那個 用了藥會造成下痕骨壞死 那所以造成很多的病人 不願意來做治療 所以我們也針對這個問題 我們跟我們的牙科的周主任 我們跟周主任 是 那我們的周主任 那也很非常的熱心 那他們的牙科也確實有碰過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問題 那所以以前 在比較不確定的時候 那可能在一些病人的一些 一些處置上 那可能會有一些爭議 那所以我們現在跟牙科有非常好的溝通 跟治療計劃 如果有這個問題 那其實我們都可以做 做事前的一個處理 那接下來我們介紹我們的團隊的靈魂人物 我們的廷軒 廷軒個管師 他小小的 但是他的熱情很高 OK 那他是我們的中心的個管師 那他之後會負責我們的一個個管的業務 像是病人來的一些用藥的一些追蹤 那或是一些用藥的一些副作用 那都會可以 一時的跟病人可以提供一些諮詢幫助 好那骨質疏鬆 其實最需要的就是一個骨質密度的一個測定 那所以你怎麼測定 這個東西準不準確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的郭 三間我們的主長 郭忠祐 然後還有跟我們的子佳 子佳醫生 是 我們的基礎委員 都每一位都是有經過醫學會的認證 那考取資格 所以我們做出來的報告會是最準確的 所以這個才可以得到最好的治療 那根據這個報告才安排最好的藥物 就是說 用民醫院從我們三位董事長開始 那在這裡已經大概四十多年了 那我們是一個小醫院 地區醫院 不大 但是我們 我們對醫療的熱情是非常的足夠 那回來這邊的都是對醫療是很有熱忱的 那我們也很努力地在維持各項的轉科醫的服務 那一直來守護我們南投上院長期待的我們的老中風 那心血管這些問題 那在這個地方真的年長者是蠻多的 那所以骨頭的問題 下胃痛的問題真的是蠻常發生 我們的目標是要做一個社區型醫院 那其實應該要更跟我們的社區做結合 所以我們從2021年開始 那我們就開始嘗試著主動去跟社區做聯絡 那非常感謝新風里的董事長 那在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那給我們很多的幫忙 那經過這幾年的服務 那確實這個地區是有需要這些事情的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各個里的那個里民 給我們很熱情的一些回饋 基本上才會給我們一些信心 那讓我們覺得說 我們真的有需要成立一個所謂的骨質出風 骨質照顧中心 來一起針對這個地區 他照顧這個地方的長者 到今天三四年了 我們走過了16個里 那我們提供了473位的里民的一個檢測 那希望我們會持續的走下去 這個地方我們這個家鄉 南口就是我們的家鄉 我們就生活在這邊土地 那希望這個地方的長者 都能為一切平安順利 謝謝 1、2、1 2、1 2、1 又名骨質疏送 照顧中心 讚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3、中心成立 請揭牌 用力啦 好 好 再一個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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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來一次 又名正不正 在 好 比個安心 好 1、2、3 好 我們再一樣錄一個影片好了 來 再一次唸那個 虎子 好 等一下 好 等一下 好緊張喔 好來 1、2、3 用力骨質疏送 照顧中心 讚 好 謝謝 謝謝大家